那時我去約旦工作 剛巧伊拉克開戰 小文你會否跟這些災害很相似 我老闆不是災害 伊拉克開戰很明顯是 九一一之後美國去伊拉克開戰 剛巧我那時在約旦做採訪 當時我怎會想到我老闆會叫我去伊拉克 約旦邊境拍一些伊拉克的難民逃亂來 當時我就說不要這樣做 老闆最近是你 又是最近 你不能不去 最近是你你不能不去 真的是這樣 結果我就逼著在約旦找司機 推出一個高價錢 告訴他我現在要去那個地方 你載我去 我拍幾張照片走 是真的拍幾張照片 結果去到的時候 車子進入了軍方管轄的範圍 其實他會問你是 即是他會查你的車司機的證 車牌 車證 他的證件 又會查我的證件 問我去那裏做什麼 我就會告訴我我去報告 我來這裡拍照 因為伊拉克那邊開戰 我們來拍一些難民逃亂的情境 那些軍人呢 他就 我記得我拿了一本 護照 護照出來 他就問這是什麼護照 我說香港的護照 他說香港在哪裏 香港在哪裏 他問我香港在哪裏 他們邊境已經擺了很多坦克在那裏 那坦克是怎樣的 他有一個坦克 就對正我們的車 即我們的車越走越近 他就越對越 即那個角度越射越正 即是如果我們有什麼動作 他就會開爆 即是這樣的 即是雖然他讓你進去 但他不是找那個叫做 他也不是真的相信你的 是的 他就會有些軍人拿著槍指著你 那你拍完那個照片 即是你說你來拍幾張照片走 他就會讓你拍照 拍到就有點難民 你記住馬路就是一條直路來的 但是馬路的兩邊就擺了一些欄杆的那些有刺的圈圈 那些人過這些位就以Z型的過 即是你不可以一直走 你這樣是S型的走 他排到的陣式一定是比較難走 要慢慢移動 你不可以直走 然後你記住 這些有刺的圈 只擺在鋪了立青的路 那旁邊的泥地是沒有人走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泥地沒有人走 你記住 左右兩邊都是沙漠 有一條很立青的路 很明顯是被車走的路 那些軍警就是在那個立青路 放了一些路障 那些人很乖地沿著S型的走 沒有人會去沙漠兩邊的泥地走 你知道為什麼嗎? 應該是不容許走去那裡吧 因為他規定了 不是 不是 是因為什麼呢? 鋪了地雷 蛤? 噢 是啊 沒有人敢走 因為苦難的國家的人就會知道 有些路 為什麼沒有人不走? 就是因為一定有危險 那些人才不走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乖走那條立青路 就是因為那條立青路是唯一可以讓你走的路 如果你強闖這個位置 你走到沙漠 那些泥路 那些很大的泥地 你很大機會會踩中地雷 砍死你 所以這些情況 你問香港人有沒有機會經歷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也不好有 也不希望有 但是如果 將來真的有這些touch root的事發生的時候 記住 軍警安排你的路 叫你走哪裏 你就走哪裏 就不要自己懶惰地走出去走 一走出去 其實你一踩出去 你九成九的機會 你都會踩到地雷 不是屎的地雷 是真的會爆一聲的地雷 是你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時候很多 很多那些非洲國家打仗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腳 會失去腳 就是很多時候 他們那些國家打仗 最喜歡賣地雷 放在地雷陣 那些人一走 可能戰爭過後 那些地雷沒有人清 結果那些人走進去的時候 就沒有腳 或者失去命 所以 你會發現 非洲國家他們會特意訓練 很多那些很大的老鼠 去做什麼 去找地雷 是的 這些就是別人國家 因為擺地雷那時候 沒有一個記號告訴你 那裏有地雷 當然 所以那些國家 那些國家 戰事過後 他們都要自己有些方法 去把地雷找出來 但是不是100%找回 可能找到九成 還有一成 那就看你好不幸 為什麼那時候 戴安娜王妃 她在山的時候 她經常去到非洲國家 去做大使 去探望那些人 就是因為他們那些人 很多都是經歷過戰火之後 他們很多時候都遇到地雷 你如果有印象就是戴安娜王妃 還在圍下來的一些 還在影響人的事情 所以有些國家去戰爭之後 他們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重整的工作 包括倒雷就是這個原因 明白 我們香港其實真的是一個福地 你想想 這麼久以來 我們遇到的事情 最難過的都是最近的 但是你問我 這些日子會不會很久 我相信不久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很好的準備給自己 就是準備好 現在我們是很慘 跌到人生的新低點 說句難聽 這些混蛋跌到盡了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有一件事要知道 人生的路就好像坐摩天輪 有高有低 現在我們在低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會永遠都在這麼低的地方 終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再上回去 那我們就要好好把握 現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 為將來做準備 即幾艱難都好 我們都要懂得去為自己未來 即當機會來的時候 就是這一下 你能不能掌握到 能不能夠在危難當中 去誠勢給自己再重新起步 就是這一下 有些人可能會很沉溺 現在很慘 現在開不了工作 搜停口停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 真的個個都是這樣 你不是唯一一個 你也不是最後一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自己都要經常給自己 去調整我們自己的身心 千萬不要因為現在遇到的東西 就氣餒 是真的 因為只有 只有給自己 不停地升級自己 即是殺人 你有沒有看龍珠 我真的很喜歡看龍珠 因為龍珠其實是一個 很荔枝的卡通片 就算被你的敵人打到九彩也好 你死了重新再來一個 歸波氣功 多厲害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都有自己的歸波氣功 只剩下你願不願意洗出來 或者另外說 其實有時候你低谷的時候 反而是你自己去審視 你自己去做一個儲備 好有一個時間 認清自己目前有些什麼是缺乏的 有些什麼是需要的 反而你的頭腦會清晰些 但如果你說可能大家都很平安 亦都沒事發生 所以欣欣向榮的時候 你會忘記了有危險 可能在後面 或者你會少了一些防備 但是現在 蔡庸塞馬煙之飛虎 可能這個時候 觀感上不是那麼好的 現在的情勢不是那麼好 但是絕對未到絕望 反而是你要迎接 迎接另外一個再起的高峰 有下一次的機會的時候 你自己知道原來情況有機會變得那麼壞 但是我們需要的可能防疫也好 你注意健康也好 注意安全也好 各方面這些 其實不會因為太平盛世這些事情不存在 只不過可能太平盛世的時候 經歷過未必是你自己 是不是 又或者是你未必會知道身邊的人 原來有這樣的遭遇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個時候 反而是一個更加可以 讓你自己有得清醒 看清楚 世間發生了什麼事 而不是以前 玩啊喝啊吃啊 那些心態 那些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